于池湘理性年轻慈父 心系就读幼儿园一双幼子 日前茂雨赶路探望途中 不幸路滑车祸意外申固 留下五岁三岁年幼的孩子及妻子 县长林明珍获悉 立刻才是教育处以最高额六万元提供慰问金 并持续协助两名幼儿慢慢成长求学之徒 林县长之子林如斌 以县长世人特殊身份 代表县长关心慰问家属 特别鼓励年幼世心的小朋友坚强读书上进 县福教育处长陆振威 在于是国小校长廖志佳排同下 到大雁春两名不幸意外 上赴就读幼儿园的李姓小朋友家探望 先向顺顾的李姓家长脸乡 并由林如斌代表 递交许七林县长亲和的慰问金 陆处长指出 李姓家长年纪欣欣就是知名农庄主厨 本来是个再美满幸福不过的平凡小家庭 不料却在一场午后大雨 车祸事故中夺走保护生命 才三岁的李姓妖儿 不懂父亲不再回来 还频频问道 爸爸怎么一直还在睡觉 因为日前豪雨 那玉池国小富幼也发生一个不幸的事情 两位玉池国小富幼的孩子的爸爸 那因为在豪雨中 从工作岗位要返回家庭途中 发生车祸意外 不幸亡故 那两个孩子也都还很小 甚至小孩子还跟着 大人说 为什么爸爸一直在睡觉 那学校里头 真的大家听的都很感伤 所以就马上跟县长反应 那县长也得知了 因为通常爸爸的话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 他都是家里的最大的经济支柱 那这样子突然间走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孩子不仅说将来的求学 也少了爸爸的照顾 也少了家庭经济的支持 那因此县长特地的指派教育处这边 那我们很及时送六万元的未住金过来 那希望说协助家长智商 那而后的话 孩子的求学 还有升学各方面的话 那县长也都指示 我们教育处这边还有学校 会做一个全力的协助 那让孩子的说 并不会因为说父亲 在他们年幼的时候 就只要走了 就失去好的照顾 那这方面的话 学校这边也都会落实说 孩子未来以后升学 相关辅助的申请 以及就是说 孩子在生活居家上 社会辅助相关福利的补助 那我们都会一一帮孩子处理 陆处长表示 县长黎明珍关心 县内清寒家庭学子 不仅要求教育处 主动调查全县弱势家庭 期待援助孩子 并经常性给予未住金 帮助减轻家计负担 更对徒遭变故的家庭 以及幼儿特别关心腾息 希望有更多社会善心企业 人士不断指使 挹注县府持胜基金 才能让县府有心也有力 带头继续声援 肯招不信的家庭与孩子 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陈云志 于此相采访报道 会计者陈云志